一星期一本书 你的点赞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我关闭朋友圈更新提示的那个小红点 大概有两年的时间了 起初是因为家中变故 没有经历关注外界太多 便主动切断媒介 后来是因为习惯了 发现省下来很多碎片时间 可以干很多事 人生变得更有效率了 前两天无聊 我点开朋友圈刷了一个小时 让我崩溃的是 除了微伤和代购 我几乎刷不出任何东西 然后我屏蔽了所有微伤和代购 再重新刷 发现了更崩溃的情景 我依然什么都刷不出来 朋友圈空空如言 没刷两天就到头了 那一刻我很崩溃 我的这个大号里 90%的朋友都是80后 而这里的朋友 显然已经默默地销声匿迹 隐藏于柴米油盐和微信思量中 相反的我的微信小号里 大部分是90后甚至00后的朋友 在那个信息流里 依然生龙火虎 后半夜 美食美景刷屏有如瀑布 冰火凉重天 那一瞬间我猛然意识到 我们这一代的80后 已经渐渐消失于朋友圈 出于好奇 我又点开了几个好朋友的头像 打算按图所记 看看他们都在干嘛 点对点关注 总不至于因为刷过了 而没有看到消息 然后发现 他们真的很久没有发过朋友圈了 并且有一半的人 把朋友圈设置成了三天可见 我问朋友最近怎么样 看你好久没有发朋友圈了呢 一个朋友说 一天除了带娃忙得要死 一开始还愿意修旧娃 现在视频都懒得拍了 听说发宝宝照片也不安全 那想来想去 似乎也就没啥别的想发的了 大好时光 只想躺平 我问另一个朋友 最近怎么不更新状态 他说 上班憋气 加班到无力 以前还能抱怨几句 现在发现在朋友圈里交情 除了让别人觉得 自己是傻逼以外 一点用都没有 索性把朋友圈挪为工作号 转转单位公众号的内容 证明自己还活着 还有一个朋友说 我的朋友圈本来也没啥朋友 以前还愿意自嗨 现在想想发了给谁看呢 还得承担 别人的揣测异想 来回斟酌 对那几个赞也不感兴趣了 索性不发了 铁哥们都在小群里 有事喊一声 没事各忙各的 这样更有安全感 80后真的懒得 做出一副过得不错的样子了 生活太苦了 不发圈 是我最后的温柔 曾看到一篇文章 正在消失的80后 猛然有一种 自古逢秋悲剂了的忧伤 和上一代一样 我们正在消失 消失于各种有重担的生活 消失于逐渐封闭的自我 消失于更年轻一代的 巨大声量中 仔细想想 没人发朋友圈了 实属正常 我们这代80后 年龄最大的已经快40了 孩子已经上了小学 没准还在为二胎 匆忙慌张 年纪小的 也已经迈入三十大关 儿历之年 很多人没了当初的热乎劲 没准还动了一身 大大小小的伤病 大多数已经成家 但夜还没算太立起来 焦虑彷徨 尚有老下有小 每天最大的愿望 是关掉手机 好好睡一觉 哪怕出去度假 也已经不太热衷于 打卡拍照 而是找个舒服的酒店 慢下来好好休息一下 就已经很满足了 上个月度假 我发了一条微博 不知道从哪个年龄阶段开始 人的能量值变得很弱 看到好吃的 好玩的 不管多美多有趣 似乎都没有年轻时 那样来劲了 提不起太大兴趣 兴奋点变得超级高 很多人点赞转发 我想是因为 也许真的代表了 一大部分同龄人的状态 有人说80后的很多人 已经积累了不少的财富了 你们的生活应该很好才是啊 说这话的 一定还年轻 很多时候人的压力 和幸福指数 与金钱无关 和年龄有关 同样年薪50万 20岁的活法 一定比40岁的人 潇洒百倍 同样去旅行 去吃饭 去花钱 20岁时候的兴奋感 和40岁 永远不在同一层面 人生是一个复杂的组合 80后的生活中 有父母老人的嘱托 有孩子的仰望 有同事朋友的依仗 还有社会带来的无形忧伤 很多时候中年人不是故意要油腻 也不是故意要佛系 是真的没有那么多气力 正如王欣所说 只有在孩子被欺负 资产被缩水 未来不可欺视 80后才惊恐地跳出来声讨 刷屏 但也没人察觉 是啊 生活已经如此艰难 谁还有心情发朋友圈呢 有时候想想 80后也许不是故意要消失 而是不得不消失 有记得几年前 还在吐槽朋友圈各种秀 被秀美时 秀美景美女图的 搞得很烦躁 而现在 我想看点好看图片都没有了 求你秀 人家都懒得秀了 那天 看了音乐新歌排行榜 前十首歌 我一个都没有听过 刷了一下豆瓣八足 首页里的人物 我竟然有一半不认识 前两年微博被IG刷屏 我连IG是啥都不知道 看到一条微博 瞬间扎心了 嗯 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的确已经算是中老年了吧 还记得几年前 火热的节目是 今晚80后脱口秀 而现在热门的自媒体是 今夜90后 当年王自建口中的 我的朋友蛋蛋 现在已经变成了各大综艺 港霸子的蛋总 时间太快 还来不及追就已经老了 出走半生 仍是少年的人 永远锋芒麟角 大多数人 出走半生以后 迎接自己的 是秃头失眠 大富翩翩 世界已经是90后的了 他们把80后拍在沙滩上 是连句准备好了吗 都没有问过 这真应了张全霖那句话 时代抛弃你的时候 连句再见都不会讲 想到这里 又不免多了一丝忧伤 朋友们 珍惜你的朋友圈里 还在不断更新的热血青年们吧 等到朋友圈 什么都刷不出来的那一天 也许 你连说声再见的机会 都没有了 感谢你的聆听 祝你晚安 好梦 别对起怀念 让剧情变得勾写 深爱了多年 又何必回了经典 都已成年 不妥不欠 浪费时间是我情愿 像邪魔的演员 眼看着灯光熄灭 来不及再轰轰跌跌 就保留告别的尊严 我爱你不后悔 月尊重故事结尾 分手 应该体面 谁都不要说抱歉 何来亏欠 我敢给就敢心碎 镜头前面 是从前的我们 在何在流着泪 生死理解 离开也很体面 才没辜负这些年 爱的热烈 认真付出的花脸 别让执念 毁掉了昨天 我爱过你 利落干脆 最熟悉的剑筑就却换了人面 我哭到哽咽 心在痛就当破茧 来不及再轰轰跌跌 就保留告别的尊严 我爱你不后悔 也尊重故事结尾 分手应该体面 谁都不要说抱歉 何来亏欠 我敢给就敢心碎 镜头前面 是从前的我们 在何在流着泪 不愁愁的花脸 别让执念 毁掉了昨天 我爱过你 利落干脆 你再见不复遇见 遇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一定要不要说 我会把你拥护了 你帮我 好了 我会把你拥护了 我以为你拥护了 你拥护了 我以为你拥护了